这里是山西近城市的泽北加气站 每天来加气的车辆都会排挤长长的队伍 不过与中国大多数加气站不通 这里加的并不是常规的天然气 您这个车里加的是什么呀 煤层气啊 煤层气 您不是加油的 不是加油的 为什么加煤层气呢 煤层气加三毛 动力还好 我的家一罐气大约60块钱 大概100公里 大概就是30块钱 我们这儿气在做 随便去脑子能加 在近城 很多车辆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 CNG 但有这样标志的车辆 使用的就是煤层气 除了近城 在太原长治等城市中 大量汽车也开始改油换气 煤气我们都知道 这个被推广使用的煤层气 又是一种怎样的气体呢 山西是著名的煤炭大省 除了丰富的煤炭资源 在煤层中还存在大量的煤层气 煤层气是煤的半生矿产资源 它以气体的形态附着于煤层当中 是近一二十年在国际上崛起的一种新型能源 在山西省的煤与煤层气共采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我们见到了这种特殊的气体 煤层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煤矿的锦架瓦斯 瓦斯听起来很危险 瓦斯的话对煤矿安全影响很大 它会有瓦斯爆炸 有瓦斯燃烧 有瓦斯突出 煤与瓦斯突出以后 也有可能发生刺身的瓦斯爆炸事故 原来煤层气就是人们常说的锦架瓦斯 它的存在极大威胁了煤矿的生产安全 被称为煤矿第一杀手 一提到它 每一名煤矿工人都会不寒而栗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煤层气的危害 设置组特地来到了丹珠岭煤矿安全培训基地 在这里我们将要面对一场煤矿瓦斯事故 咱们现在就是来到了瓦斯爆炸的一个模拟现场了 进来之后咱们会首先听到一个声音 它是一个瓦斯爆炸器发出的一个爆炸信号 这个就是瓦斯浓度值 它达到1%的时候 它发出就是一个间断性的爆炸信号 等一下瓦斯浓度达到1.5%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连续性的 就是现在所听到的这种连续性的 这个意思就是表示比较危急了 它产生了好多的白烟 刚才是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团红光 现在已经看到是大量的灰色烟雾朝我们扑面而来 让我们是感觉吓了一跳 但这只是一个模拟的瓦斯爆炸 在警察如果真是发生瓦斯爆炸 那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的威力会瞬间 然后将整个焊道和巷里的焊道 就全都被炸毁了 就瞬间性的一下子 整个工作面这边已经坍塌了 虽然只是模拟场景 依然可以感受到煤层气的恐怖之处 不过如此危险的煤层气 却具有不小的能源价值 根据研究表明 煤层气的热值是通用煤的2到5倍 与天然气热值相当 而且燃烧后十分洁净 如果能对煤层气进行抽彩利用 这将会是一种可靠的清洁能源 但是过去由于受到警卫选择 技术 设备等条件的限制 无法对抽彩上来的煤层气 进行有效利用 1985年被国家列为废弃能源 处理方式只能是排放到空中 据统计 中国当时每年直接排空的低浓度瓦斯中 约含15亿立方米的纯甲烷 相当于180万吨标准煤 可以满足一座100万千瓦时火电厂 一年的燃煤需要 位于沁水县的湖底煤矿 曾经存在着严重的煤层气排空现象 如今一座特殊的小型发电站的出现 改善了这种情况 一般发电站的规模站定面积都比较大 但是咱们这个发电站看起来比较小 这里是怎么发电呢 我们这个发电站它属于分布式瓦斯发电站 煤矿瓦斯通过管道输送至地面 经过我们压缩脱水 送至内燃机 在内燃机缸内经过点火压缩做工 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 然后再通过取轴箱带动发电机 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近年来 随着中国煤层气抽彩利用手段 和发电技术的进步 煤层气被大规模用于发电领域 而且与普通瓦斯发电站相比 分布式瓦斯发电站更加灵活 小巧的发电设备都安装在集装箱内 随时可以拆卸组装 移动到气区进行发电 在节省土地和建设成本的同时 让分布相对分散的煤层气资源 也得到了有效利用 如今在先进加工技术和收集运输手段的支持下 煤层气还作为民用燃气被广泛使用 进城市煤层气储量高达6.85万亿立方米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凭借丰富的煤层气资源 这里率先进行了煤层气民用改造 进煤集团机关南院小区 就是当地最早使用煤层气的小区之一 吴时金是这里管线所的所长 当初他全程参与了小区改造工作 这个黄管就是咱们煤层气管道 咱们是2004年改的 以前是用的什么呢 以前咱们用的是水煤气 就是人工煤气 当时为什么要从水煤气改到煤层气呢 水煤气它的爆炸极限是比较低也比较宽 安全性保证不了 再一个咱们这个水煤气 它是一样一样化碳和氢气 所以说咱们要泄露以后 造成以后用户不足意 能造成这个一样化碳很重多 由于过去水煤气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隐患 金煤集团决定用煤层气替代水煤气 但是这样的做法 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 有些机器人对这瓦斯一听 反正是挺头皮马的 就是这个安全问题 老百姓挺关心的 使用这个瓦斯气危险不危险 或者到时候万一出了事情 怎么办啊 对于小区居民而言 煤层气就是危险的存在 躲还来不及 更何况用呢 一时间居民们的反对意见十分强烈 小区的煤层气改造工作 也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消这个机器来 把这些居民集中一次培训 把这个知识宣传一下 这是煤层气的好处 发行一些宣传手册 还有安全常识 跟这个水煤气一个热值 安全性爆炸机 像一个对比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推广和知识培训 居民们渐渐对煤层气有了新的认识 并开始接受煤层气 介入到自己的家中 马桂花在小区已经居住了四十多年 自从用上了煤层气 她的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变 相比水煤气 煤层气不仅省时 而且还省钱 马桂花家里一个月的燃气费 大约三十元 这意味着每天才花一块钱 除了省钱好用 煤层气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 这个比这个改变多了 甩卖气的时候 我们又要迷糊大货 大不着了 这个不同了 就会堵塞它是 对 那个轨道经常堵塞 凭借着高效清洁等优势 如今煤层气 已经成为山西省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能源 除了工业 商业 交通等产业 一些化工企业还将煤层气作为原料加以利用 而这种变废为宝的势力还在山西不断上演 在山西太原西北部的古礁矿区 坐落着一所规模宏大的坑口发电厂 古礁发电厂 与中国大部分火力发电厂不同 这里的发电燃料并不是常规的动力煤 而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燃煤 这种混合燃煤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国煤炭行业 从矿井开采出的原煤 都要预先进行席选加工 在席选过程中会分离出许多固体废物 主要包括煤干石 中煤和煤泥 它们是煤与其他杂质的混合物 由于成分复杂 灰分含量高 发热量较低 利用起来十分困难 在过去大多被当作劣质资源进行抛弃填埋 不仅浪费大量资源 还污染了环境 如今随着山西煤起转型发展 这些劣质资源开始得到了有效利用 在古焦配煤厂的储煤棚中 我们见到了两座煤山 这么两座大煤山 这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煤吗 这个是从咱们古焦五矿产 俗通来的副产品 副产品 对 是什么副产品 主要是劣质的原煤和洗中煤 按照比例 把各矿场的劣质原煤和洗中煤 进行合理的配比以后 输送到电厂去 进行燃煤发电 过去煤炭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现在用于发电 这些热质低下不易燃烧的废物 又是如何进行发电的呢 古焦矿区每年大约会产生1000多万吨的固体废物 由于每座煤矿产生的废物 成分各不相同 为了将它们加工成满足发电要求的混合燃煤 首先要调整各物质之间的比例 达到最优的燃烧效率 这个过程被称为均质配比 左边这个正在堆的这个 就是由后山五矿场来的各种原料煤 进行这个分层堆放 经过这个悬壁式堆料机 最多可以达到123层 煤堆高度达到39米 把这个煤均匀地分布地堆放在这个煤厂里头 123层是什么意思 类似于咱们蛋糕一样 那么一层一层地有这个奶酪 有这个面包 这么一层一层落起来 这么堆起来以后 就是一个均匀的配比的过程 分层堆放只是配比的第一步 下一步要将这些物质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加工成满足发电要求的燃煤 此时在另一座煤山上 一个巨大的机器正在进行切割 咱们这台设备叫乔式刮斑取料机 旁边这堆煤呢 就是堆完以后的成品煤 它通过乔式刮斑取料机 侧面的料扒 进行这个全断面的切割取煤 取煤和煤往下滚动的过程呢 完成一个二次配比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蛋糕切面 现在是把蛋糕切面整个刮下来 像搅拌的这个感觉 让它配合得更均匀一些 对 对 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 经过分层堆放 切割两道工序 各物质按照一定比例 完成了均质配比 混合燃煤的燃烧效率与热值 都得到了提高 接下来 它们将通过皮带 运输到电厂进行发电 电站锅炉是燃煤发电的关键部分 过去的锅炉 无法适应这种混合燃煤 即造成锅炉灭火 为了消化这些混合燃煤 电站锅炉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设计 进行过这个优化设计 把宽高比提高以后 炉子的粉粉水 都能达到一个合理的配比 因为宽高比变化以后了 这个煤粉 还有炉子火焰的这个充满度要高一些 所以能保证这个低热值的煤能够稳然 那以前都是燃烧高热值的煤 现在燃烧这个低热值的煤 它们这个燃烧达到的 比如发热效果和发电效果 是一样的吗 这个基本上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 大家看见那个 红红那个就是火焰燃烧 然后产生了一个炉塘的一个火焰情况 从那样看的话 火焰还是充满度比较高 就保证咱们炉子 现在燃烧工况是非常不错 通过火焰监视器我们清楚地看到 锅炉燃烧情况十分稳定 这都要归功于锅炉的特殊设计 在厂区中的一栋大楼内 我们见到了这种特殊的电站锅炉 您现在看见的这就是咱们的锅炉 咱们现在这个电站锅炉 比咱们传统的工业锅炉是要大的多 这个炉子从现在咱们所看到的 全部都是一个锅炉的半炉 这整个全是锅炉吗 楼上楼下都是 对对对 这个炉子的话确实比较大 跟大家传统的印象的小锅炉 跟我理解中的锅炉长得完全不一样 几层楼都是它这个大锅炉呢 对对对 一共从零米一直到九十米 它这个占地面积一个锅炉有多大呀 一个整个这个锅炉 整个厂房来说的话 大概长度是两百米 宽的话大概七十米 这只是咱们其中的一台 咱们一共有六台 本身它每天要消耗的燃煤 大概是六千吨 然后它每小时产生的蒸汽量 是两千吨 两千吨的蒸汽量 温度大概就是个五百七十度左右 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话 去用来推出气氛菌去发电 有了这些巨大锅炉 劣质资源的使用量大大提高 现在古胶电厂每年可消耗掉 一千多万吨物体废物 年发电量高达一百五十亿千瓦时 充分发挥了劣质资源的价值 但对于古胶电厂而言 对废弃资源的利用还没有结束 在古胶与太原两地之间 铺设了许多巨型管道 这些管道对于太原市 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 太原市山西省的省会城市 由于人口众多 2017年 城市冬季供暖总面积 已突破两亿平方米 其中煤气和天然气是主要的供热来源 但是由于煤炭价格升高 国内天然气供需矛盾突出 供热不足的情况是有发生 为了缓解供热紧张的局面 在太原和古胶两地之间 架设了长达30多公里的供热管道 管道的源头就来自于古胶发电厂 这里又是怎么进行供热的呢 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巨型的管道 就是来自我们这个供电所 那来到这个供电所之后呢 又看到我们的头顶上 有一个巨大的风扇 那这个最大的风扇 都是做什么用的 这些风扇就是用来冷却气轮机的废气 就是阀气 冷却以后呢 然后再把水回收利用 您说的阀气是怎么一回事啊 阀气就是相当于气轮机 做完工以后的这个废气 事实上就是说 它就是浪费掉气 简单来说 阀气是指气轮机在发电过程排放的 带有剩余热量的蒸汽 一般活力发电厂燃料产生的热量 只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转变为输出的电力 剩余大部分热量都以发气的形式 随冷却水排放到外界环境中 而在古焦电厂 这些浪费掉的发电余热 却成为了太原市的主要供热来源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来经过这个15年以后 咱们改造就加了这么多凝气器 咱们所看到那些大的凝气器里头 中间有管道 管道在里面通的水 里面流通的水的流量是一万五千吨 单根里面 管外通的气体 然后用气体来放热 管道里的水吸热 就这样就实现了供热的问题 通过对发电机组进行改造 利用阀器加热回水 可以将三十度的回水 加热到一百三十度 发电过程中 85%的余热得到了有效利用 但是要想把古焦电厂的热水 保质保量的输送到太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现在在一个巨大的隧道里 周围有四根非常粗的管子 这里就是古焦到太原 热力公英隧道的起始点 太原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热力公英 从这里出发 我看我身旁这个管子 它有多粗啊 它是一米四粗的 咱们这个隧道有多长呢 我们总共建设了 15公里这样的隧道 是啊 从这只是看到了 前面一点 感觉15公里 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 太古供热管线全长37.8公里 在长途运输过程中 水温会急剧下降 为了降低热量损失 施工团队在管道上 采用了先进的隔层保温技术 管道表面会包裹多层保温板 同时内部会进行真空处理 切断热量传递介质 这样的管线设计和技术 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供热行业中 除了精良的管线设计 在管线沿途还建设了五座厂站 每座厂站都安装了 由特殊金属片叠装而成的板式换热器 它们可以实现热量的高效传输 来自古胶电厂的热水 通过这些换热器后 30多公里下来 温度仅仅降低了5度 这已经突破了常规换热器的 换热温度极限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古胶电厂利用发电余热供暖的做法 大幅减少了太原市冬季燃煤的食用量 具有显著的节能和环保效应 让三分之一的太原市民 都享受到了发电余热所带来的绿色温暖 除了余热供暖 现在燃煤电厂发电过程中 产生的部分废渣也被利用了起来 在古胶市一座大型工厂中 我们看到了一种常见的电厂废渣 这个桶里灰色的粉末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粉维灰 主要是火力发电厂 用燃煤燃烧以后产生的废渣 粉质这么些 这羊在空中的什么样 羊起来以后污染非常大 有点像那个沙尘暴的感觉 一直以来 粉煤灰都是煤电企业环境污染中的完结 细小的颗粒极易在空中弥漫 形成阳尘 由于过去技术不足 无法对粉煤灰进行有效利用 只能将其填埋 填埋后还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随着粉煤灰综合利用技术的进步 水泥生产开始成为粉煤灰的主要利用方向 这粉煤灰想要变成水泥的话 它大概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呢 所有的原料来了以后 进这个预均化库进行储存和均化 然后进行生料配料 粉煤灰在生料配料环节 大概使用量在8%左右 进行生料配料以后 进行粉煤 断烧 形成这个水泥塑料 粉煤灰主要的使用量 是在粉煤水泥这个环节 在这个环节 咱们的粉煤灰产量 一般在20%到30%这个水平 水泥是建筑工程必不可少的材料 在传统生产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石灰石 粘土等原料 如今粉煤灰可以替代部分原材料 节省生产成本 但令人担心的是 由它制成的水泥质量 会不会大打折扣呢 这个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这是在做水泥石块的 这个抗折强度的检验 为什么检验它的抗折强度 这是国家标准规定的 必须做这个强度来检验 我们的产品是否达到国家的标准 它的抗折强度 大概是能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我们的三天强度 应该是在6左右 各种性能 从抗折抗压强度 凝结时间等上面 全是达到国家标准的产品 通过质量检测 粉煤灰水泥的各种性能参数 与其他材质的水泥没有区别 而且它还有着特别的优势 你看这就是我们生产的粉煤灰水泥 这跟普通水泥 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区别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们这个粉煤灰水泥呢 有几大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水化热低 它发热量小 能保证这个混凝土的质量 避免开裂 特别是像这个水电站呀 大坝上头的这种大体积工程 特别适用 还有就是它的抗腐蚀性能比较强 在水下工程啊什么这些地方 就是它的耐久性 使用寿命有优势 现在粉煤灰水泥已经成为市场上一种主流的水泥产品 谁也不会想到 许多大型工程用的居然是工业废渣生产出的水泥 从对空排放的煤矿瓦斯 到居民离不开的高效燃气 从废煤发电 再到城市供暖 新型建材 将废料变原料 将废品变产品 这不仅是对资源的充分利用 更是山西煤企 转型发展的重要体现 服装衣料 塑料橡胶 如何由煤而生 神秘180 怎样让煤炭变黄金 从山西到江苏 追踪千里 发掘煤炭背后的惊人价值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五级系列片 梅海重生第五级 点媒成金 到尾伊